新疆乌鲁木齐上个星期四发生致命火警 引发了中国各地民众质疑 封控抗疫政策演变成了示威浪潮 这股白纸革命浪潮也延烧到了香港 数十人星期晚上八点多 在港岛中环商业闹市莫战 并举起了白纸 引来了许多路人围观 警方随后到场拉起封锁线 想要来哀悼一下 就是在乌鲁木齐的火灾当中 就是逝世的那十位我们的同胞 因为他们的死因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火灾的时候 但是消防车因为楼下的一些 就是封控的一些装置被挡住了 进不来所以死在上面 这个是一个人祸 然后为他们感到很痛心 还有就是对那个当下的 这样的一些封控的政策 希望能够有一些改变吧 一个合理的诉求 知名摄运人士王婆婆王凤瑶 也到场声援 他手持黄色雨伞 高呼不要自闭 要自由 不要权威 要人权的口号 期间被一名男子上前抢走了雨伞 导致王婆婆跌倒 这名男子随后被带上警车 而在中国北京 民众昨晚原定要到四通桥 表达诉求 但警方早已在周边大片区域 部署庞大警力 在街上及预定集合的地铁站 及车厢内加强盘查 导致行动受阻 胎死腹中 除了北京 南京 杭州 上海 成都等等 爆发白纸运动的城市 当地警方也同样部署庞大警力 防堵民众再度聚集 导致抗疫运动未能成功持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